鉴定一下网络这门视频 新年好兄弟们 学习新知识 正做新青年 我们老知识点也不能忘记 那我们温故而知心 在运球规则里面有一条下列情况不属于运球的 其中有一条写的是通过从其他队员附近拍击球来尝试获得控制球 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运球 视频中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球它不是一个二次运球伪力 可以继续进攻 而且说明这个队员对规则理解的比较深 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 但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因人而异了 这个动作的难点其实不是脚下的步伐 而是对你结束运球时机的一个把握 结束运球早的话那你就会多了一步 结束运球晚的话 那你这个动作就没有问题 这是个技术活 真是过年了 打球都这么勇吗 上篮就是一个无情铁肘 关键被打了还不生气 是不是因为大过年的大家要以和为规 小伙是懂格局的 温古而执行这是一个典型的进攻犯规 我们从制裁防守的原则来判断 防守队员面对对手双脚站立 获得一个初始的防守位置 他可以保持这个防守位置进行后退或者横移 在他横移的过程中呢 他双脚不一定完全非得接触在地面上 此时进攻队员跟他驱赶发生一个正面的完全接触 这起接触是由进攻队员负责的 所以这是一起进攻犯规 这球比较明显啊 这合球合早了多了一步 你看这转了一圈把所有防守队员都过掉了 然后上篮啊肯定走步 这个新的一年了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祝福话 这个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啊 学习好啊 拜拜 新年好